熟练的高举抛接结合体操舞蹈动作 世新大学啦啦队精湛的演出 背后是每一位队员努力练习的成果 但训练及比赛过程难免产生运动伤害 为了守护运动选手们的安全与健康 世新大学校长陈清禾 与卫福部台北医院院长郑顺平签署医疗结盟 将由台北医院提供世新大学选手们专属的绿色通道 透过及时有效的医疗介入 减少运动员的伤害 提高运动表现 推动运动或者是各种不同的赛事 是世新大学一向以来非常非常重视的事情 今天这个场合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球队 跟我们的体育的选手能够结合我们的台北医院 在给我们协助 不管在医疗或者是体育的一些身体的保养之类的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在世新大学 照顾学生的一个概念之下所形成 非常高兴有机会跟世新大学 等于是强强联手 在运动医学中心主要是有骨科 复健科 我们还有中医来提供完善的一个医疗的照顾 会根据选手的一个需要 我们会有最先进的一个设备 在第一时间你不用到医院看诊以后 你可能还要再等待安排 超音波检查核磁共证可能要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以后 我们目前基本上都是立即就可以提供给选手最正确的一个诊断 那接下来就能提供最好的一个治疗 那除了医师以外 未来我们还同时会结合 包含运动营养 运动心理 那借着这样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 希望能提供选手最全方位的一个照顾 世新大学在运动领域连年闯出佳击 不仅篮女篮球队连续三年闯入四强赛 足球 羽球 棒球及拉拉队 也都在各项赛事中获得亮眼成绩 在世新大学与台北医院强强联手提供专业的医疗照护 也将成为世新选手们在运动场上最有力的后盾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好